接下来带大家到三民区的顶京里 看一看在当地有哪些引人入圣的好地方 包括历史悠久香火鼎盛的顶京保安宫之外 金狮湖蝴蝶园更是附近居民清净自然 认识生态的好去处 受到观光局的大力推荐 还有更多更有趣的介绍 请您锁定在6月7号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雄四野丽》 大白斑蝶在空中翩翩飞舞 一会儿又停在花朵上吸花蜜 民众也刚好能趁机欣赏蝴蝶优雅姿态 这里是金狮湖知名的观光景点蝴蝶园 自成立以来就吸引大批观光人潮 特别受到学童喜爱 也因此扩增第二园区 提供多元生态学习场域 那其实蝴蝶园我们的概念就是 一进到这个园区 你大门进来以后 整个花园就是一个很大的蝴蝶园 还没有进到馆内的时候 其实在花园我们种了很多蜜园植物 那我们的概念就是希望 一进到这里来就看到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生态 除了蝴蝶以外还有昆虫 那同时在这个蝴蝶园 我们也搭配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园区 那我们也打造了一个3D的 可以在这里拍照打卡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地景 观光局长曾滋文 除了推荐观光及生态造学兼具的蝴蝶园之外 带到三明区顶巾里不能错过的 还有建在金师湖上的 布顶巾保安宫 拥有168年历史的保安宫 祖师玄名为三太子 长期以来丧火鼎盛 庇佑地方平安可乐 三明区顶巾里地灵人节 丰富的自然生态及宗教庙宇文化 绝对是高雄市民及外地旅客 安排半日游或迎日游的绝佳选择 还想知道更多关于顶巾里 好玩好吃的好去处吗 6月7号星期四晚间9点准时播出的 熊岁野力绝对不能错过 港都新闻李嘉隆罗绍军 采访报导 好玩 好玩 感谢观看